各位欢迎来到赵旅说事 上期节目我们聊了聊我国到英国留学生的问题 其实相对于英国的高等教育 有的时候我更想聊一聊英美国家的初级教育问题 长久以来在整个华人圈流传一个说法 说这个英国美国的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非常好 好在哪呢 人家搞快乐教学 人家是开发儿童的天性 人家不抹杀小学生的其他休息时间 所以这是他们富国强民的基础 国内的很多人也经常叫嚷 说咱们国家要减负 我们的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太累了 不要教给孩子那么多东西 那样培养不了好的人才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那么点道理 但是有一点我始终搞不明白 为什么认认真真学习 拿出大部分精力来搞基础教育会搞得不好 而像英美国家那样天天叫嚷着玩三点就放学 没有任何科业负担能培养出优秀人才来 会培养出优秀人才来吗 其实数据会告诉我们很多事情 历年来各种国际组织搞了很多中小学生素质测评 发达国家中小学生的各项指标都远远落在后面 其实啊稍有国外生活经验的人都清楚 很多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常识简直是一刹糊涂 以前我们就说过嘛 四分之三的美国人除了知道美国在美洲之外 整个地理常识几乎是零 在数学层面这个事情就更为厉害了 我们到英国超市 好比说你结账买个东西是七块五毛四 按照我们以往没有移动支付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呢会很贴心的给个十块五毛四 很简单咯 你找我三块钱这事结了吗 百分之九十九的英国售货员会把你的五毛四领钱推给你 跟你说我不要领钱啊 你给的十块钱够了 接下来拿着一个小计算器算一算 十块钱减掉七块五毛四 还有多少钱 然后一分一毫的数出零钱给你 更有甚者 如果零钱数量多了的话 多给你个几分 少给你个几毛 那是常有的事 为什么 基础教育薄弱呀 不经一番寒测苦 哪得梅花扑鼻香啊 你在小学初中阶段 根本不对国民进行起码的数学教育 怎么可能这个国家的数学教育特别好 尤其对今天的很多英国小学 一考试随便拿计算器 根本就不考虑学生的基础运算能力 我们跟大家讲一个真事吧 前几年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 到一个地方发表演讲 他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要重视这个中小学教育啊 尤其要重视这个数学能力和计算能力的教育 因为在国际排名上 咱们英国太落后了 得重视这个事 有个记者号事就问 说卡首相 咱真得重视 我能问你个简单问题吗 八乘以九等于多少 大家知道 这样一个对于小学一年级 中国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都脱口而出的答案 卡首相是怎么回答的吗 他直误了半天说 哎呀 像这种惩罚的事 我都是那个接孩子上下学的时候 我我我跟他背一背的 你现在贸然问我八乘以九等于多少 我不能直接告诉你 一旦我答错了 这不有损咱们大英帝国的形象吗 卡梅伦首相 连八乘以九等于多少 都不敢脱口而出 因为平时遇到这么复杂的问题 他都得拿出手机来 调出计算器 摁一摁的 卡梅伦首相 是个孤立的事吗 不是的 他这个事出了之后 很多英国记者 很饶有兴致的 去问了很多名人 很多名人 都不能直接口算 十以内惩罚的 针对这个现象 我有好几次都想 真应当派中国的数学老师啊 去给英国人上上课 进入到今年以来 英国人还真迎合了我这个想法 英国有好几家出版社 全面的翻译了中国的小学教材 他们说 就得拿中国小学教材 给英国人上课 才能提高英国的人口素质 甚至英国的教育部门已经说了 从2018年开始 他们要向全英推广一个数学神器 什么数学神器呢 就是中国的九九成法表 一一得一 一二得二 一直到九九八十一 英国教育部门说了 我们得让全英国的小学生 认真学习成法表 并且进行考试 这样才能提高 英国人民的数学素质 英国教育部门的这个举措太好了 他们真的应当跟中国 学一学基础教育了 因为我们不想再看到 将来的英国首相 连八成一九等于多少 都不敢脱口而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